政治大学跟受险公司共同发布的 2023台湾高龄社会退休生态观察指标 显示民众开始退休准备的平均年纪为36.99岁 较去年又提早了2.16岁 有型劳保破产对政府年金改革缺乏信心 也反映在民调上 调查指出75.7%的未退足 认为政府每年拨补数百亿补 劳保缺口根本是无济于事的 近六成的未退足推估预估 这劳保会破产 还有超过八成是担心 劳保年轻会少领10%到30%